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十善约道经第五面 经文第三行 我们从头念起 龙王当智 菩萨有一法 能断一切诸卧道口 何等为仪 位于昼夜 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毫分 不善夹杂 世界能令诸卧永断 善法圆满 昨天跟诸位说过 这个一切诸道范围包括的非常广 昨天晚上 我们听巴哈一教 这个朱先生的简介 那么了解这个宗教的一般理论和修学的方法 那么其中许多都是佛法里面说到的 要讲的精微 讲的透彻 讲的彻底 无过于佛法 那么今天佛法之所以衰 是不是衰在法 是衰在我们这些佛弟子没有能够依教奉行 摔在这个地方 普贤菩萨交跟我们第一条 我们就没有做到 礼尽诸佛 古人所谓的听其言而观其行 说的是没错 做的不是他所说的 这个就是夹杂不善 佛度一切众生 教化众生 从本身做起 我们学佛最重要的 也是要从本身做起 试问问 我们走进基督教堂 见到耶稣的像 会不会去拜他 走进印度教 看到印度教供的大凡天王 供的是神像 我们有没有去拜他 没有 那讲的话不算话 离经祝福 祝福是什么 过去福 现在福 未来福 一切众生皆是未来福 所有不同宗教里面的神圣 全是未来福 也可能是过去 现在福 硬化 我们不懂 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对他行礼 所以不是用佛教的礼节 入尽随俗 他们教徒 用什么样的礼节 对他们教主致敬 我们要学习 单单凭口说 不行啊 一定要入尽随俗 这个在形式上 内心 确定是平等的功绩 在教学 试出世界教学 第一课 就是敬 你们 这个礼节 精华炉 同学们都拿到 第一句话 续礼乐 无不尽 普贤神运 第一条 礼尽 祝福 从哪里学起 人与人之交往 人与一切无的交往 静 这一条没有做到 其他都是空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认真去学习 这是善法 不但是善法 大善 今天我们借助 看底下这段经文 昼夜 常念善法 心善 我们 敬宗同学 敬宗学会成立 我写了个原习 提出 日常生活当中 修学的 五个科目 第一个科目 三学 观经里面的三幅 第二个科目 六合 第三个科目 戒定会 三学 第四个科目 是 菩萨的六度 第五个科目 是 普行十月 大家好记 这是善法 比赤地将的善法 高 辞地将的善法 是基础 没有基础 那高的就不必谈了 再高的善法 都要从基础上砸根 如果这五个科目 我们常常放在心上 常念 这个不难 五个科目 五个科目 我在此地 重说一遍 第一条 校园 父母 我们有没有这个心 有没有落实 父母在 常常关怀 时刻照顾 养父母之身 这是物质生活 不让它缺乏 生活照顾到 养父母之心 要让父母 欢喜 不要让父母 忧虑 父母要是忧虑 儿女不孝 佛在经上 常常教导 我们 常生欢喜心 我们如何令父母 常生欢喜心 这是经销 第三 养父母之志 是父母 对我们的期望 对子女的期望 要不辜负 父母的期望 不能叫父母 受网 这个叫校养父母 从这个地方 开始去做 展开来 大臣经论里面常说 一切男子是母妇 一切女人是母母 要把这个校养 推广到一切众生 佛教到我们 其他宗教没听说 换一句话说 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有供养的义务 尽心尽力 去照顾一切众生 去帮助一切众生 这是校舜之道啊 令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 我们跟别人相处 人家对我们不欢喜了 我们对不起人 应当要检讨 应当要反省 我们不能叫一切众生 对我失望 你才想想 佛家教育的 博大精神 奉死死长 死长跟父母一样的 我们也要照顾老师的物质生活 不辜负老师的教诲 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佛法从这里开始 佛法也到这个地方圆满 这两句是根本 其余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伐 方便 一方便乏了 乐实这个根本 圆满这个根本 这叫佛道 从哪里做起呢 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做起 如果心里头 没有我刚才讲的这个观念 你就没有慈悲心 能够 效养父母思长 之心 效养父母思长之志 这个人 才居足慈悲心 慈悲心 就是大菩提心 落实在 修实善业 父母希望我们在社会上 是一个好人 是个善人 老师也期望我们 在社会上 是个善人 我们能以全心全力 帮助社会 特别是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这是父母思长 对我们的期望 这是教学的基本 根本教学 从这里再提升 再受持三规 具足中介 不凡为一 这深了一级了 再提升一级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独诵大臣 劝尽心者 这个里头 深信因果 我讲的很多 不是普通因果 灭佛是因 成佛是果 相信这个因果 这个三条 是一句 世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 三世祝福 敬业之一 从实善业到恶实 与人相处 范围最小的是夫妻 同一个房间呢 如何相处呢 修六合计 跟一切人相处 六合计 不是要求别人做到 要求自己做到 佛法高明的地方 令人赞叹的地方 就在这里 佛法从来不要求别人 要求自己 我自己要做到六合计 对方做不到 没有关系 没有障碍 障碍永远在自己这一方 决定不会在对方 现在人颠倒错误 认为什么 所有障碍都是在对方 不在我这一方 坐在这里 许哲居士一生修行能成功 他明白这个道理 他一生 总是责备自己 检讨自己 绝对没有说对方有过失 在他成功之道 建和同结 怎么修法呢 我有私心 我的见解就不同了 建和同结 跟谁同 不是跟对方 跟别人同 那你就搞错了 跟佛同 跟菩萨同 跟真如本性同 是这个意思 佛没有私心 菩萨没有私心 心性 一真庄严 没有私心 是跟这个同 是跟这个同 借和同 那这是随缘 就是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是讲的四 身同住口 无增 一同月 这三条 乐实在 十三一道 凡是不能跟大众相处的 你决定在造实物业 不是修世善 你修世善业 哪一个人不欢迎你 哪一个人不尊敬你 哪一个人不喜欢亲近你 十三是行门的基础 是行门的根本 最后利和同俊 跟真觉悟的人 学己为人 一切利养 总是别人多一点 自己可以减少一分 自己欢喜过最低的物质生活 欢喜 释迦牟尼佛 日中一时 三一一波 过最低的生活 欢喜 利养给别人 看到别人物质生活 过得很好 快乐 这不是嫉妒 是快乐 三学 就是 借不明 震而不邪 静而不染 这是借定慧三学 借学是亲近 静而不邪 静而不邪 会学 是拙而不明 这是三学 六度 十愿 都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都要落实在 其心动念之处 这个静宗法门 是这样修法的 然后念佛 求生 净土 决定得生 这五个科目 我们常常放在心上 常常落实在行为上 这就是断我修身 跟着你讲的 就相应了 思维善法 念头善 其心动念 我们就思维 这五个科目 这五个科目 是静宗学会的 是根本一眼 观察善法了 是行为善 昨天巴哈一教也讲 他举的比喻很好 人 有设个善 这个好的地方 有一个缺点 我们看它是个好处 不看它一个缺点 如果人呢 有十个缺点 有一个好处 我们看它一个好处 不看它十个缺点 这就是观察善法了 巴哈一教也讲 可是我们多听 多急促 还是佛法讲的圆满 当然 佛教经典多嘛 在经典分量上来说 是任何宗教 都不能跟佛教相比 讲得详细 讲得透彻 这当中 三千年当中 祖师大德 诸解 造论 发挥 佛陀的教会 这给我们后人 留下真实的宝藏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开发自信的 珍宝 这样才 令主善法 拎拎增长 下面这一句 非常非常重要 不容 毫分 不善 夹杂 毫分 不善 都不可以夹杂 那要是大量的 不善 夹杂 这就不能成就了 我们每一个 学佛的同修 哪一个不想成就 自己的圆满 善法 为什么成就不了 修善法里面 夹杂 不善 这个不善 在本经 具体 而言 杀真 偷盗 邪行 妄语 敛学 握口 其余 探成痴 这个东西 在我们修善里头 夹杂在里头 于是 把我们的善行 全部毁掉 所以我们不能成功 记住 好分 都不可以夹杂了 那夹杂 多好得了 不善的根 我说过很多很多遍 不善的根 是自私自利 凡是其心动念 我 我总比别人强一点 我总有优越 我要站在前面 这就夹杂了 这不是少分的夹杂 多分的夹杂 所以你不能成就啊 这一段文里面 从昼夜 常念思维 到 不容豪分 不善 夹杂 这一段讲的是善音 世界能力 诸我 永断 善法圆满 这一句讲的善谷 幕后 常得亲近诸佛 菩萨 介于圣众 这是善云 因云谷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底下的 这个两句啊 我们留着明天再讲 明天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